由印尼台商创办的福尔摩沙技术中心 日前与雅加达理工学院签署协议 双方将合作技术实习课程 创下两国技职教育合作的里程碑 身兼乔务委员的高映昌表示 福尔摩沙技术中心 引进台湾先进的工具机设备和技术职业教师 为印尼培育机械加工的种子师资与技术人才 而雅加达学院的名气也备受印尼产业界肯定 双方合作相辅相成 本来是训练老师 包括训练一些技术人员 现在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校 这个也是我们原来我要成立的时候的一个目标 最主要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的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机器能够慢慢的推广到印尼来 印尼教育与文化部职业教育司表示 台印双方各有强项 教育合作潜力极大 未来希望邀请更多台湾老师与技术人员到印尼 也希望能送更多的印尼学生到台湾学习 有这么好的一个训练场所 而且是真的拿实际上的工具机 几百万的工具机直接拿下去 来当做这个教学的使用的机械 在印尼是只有这一家才有 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培养好的技职老师的一个人才的地方 朱印尼代表处表示 过去两年多来 台湾已帮印尼工业部训练超过200名技职学校教师 陈国斐然 因此这次的合作 印尼政府特别看重 印尼政府特别看重